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帅 欢迎收看小伙伴们,欢迎来关这样一把教授 这个是目前榜一的人黄 看一下这些顶尖人黄怎么玩 但是教授遇到邦邦嘛 我觉得这个可操作性不是特别大 也不是完全没有操作 他救人方面的话其实也是有操作 顶顿救人什么的 但是操作性没有那么大 就不像打那种单刀型什么 速伞啊 红夫人啊这些啊 单刀型舰观者来厉害 上来的话第一个遇到的病患 这个点位的病患邦邦应该不太会有兴趣 邦邦带的是个传送 他这边的话传送落地抓教授 我觉得可以 然后昆虫我觉得也行 机球手吧 操作性可能要比 就是他操作起来的可能性要比其他两个 刚刚说的教授和昆虫要来的大一点 这边遇到昆虫 遇到昆虫我估计他应该还是要传吧 我觉得这个时候传教授其实是最好的 淬火亮流传教授最好 因为这个点位不好抓 传不传教授 我觉得要传了 因为教授是好抓的 教授是好抓的 那么来看一下第一人皇 能不能操作起来 我觉得是 就这边顶一个那个伤害 就是差不多了 还是可以操作的嘛 对不对 毕竟邦邦他也是个要能 他又不是说只有炸弹 他解说没有会远 我本来觉得帮帮这边应该会先丢炸弹 因为当时那个位置没有太多交互点 但是这边还是压到了一手 那可以这样的话怎么说呢 我觉得算是牵制起来 刚才那波如果说不出那刀的话 我觉得这个教授差不多已经倒了 因为当时那个位置进交互点嘛 帮帮就去跟炸弹 我觉得伤害应该也能打上一炸 然后这就是个伤狂邦邦 等到你后面没有盾的时候补一刀 一个遥控雷是不是带走了呢 所以有的时候该出 哎这边的话预判的是一个五秒雷 但没关系 因为这边这个点位好 这个点位的话 他可以跟邦邦拉开距离 以至于邦邦就算你再丢炸弹 你也只能再丢到一次 我这边再翻一个窗 再给你拉一波距离 接受来了 兄弟救我 镜头给到 谁说这个教授牵制不起帮帮的 只要我操作够好 好了两分半钟了 两分半钟了 还是关键那一顶 还是关键那一顶 这边的话 一根棒子先打开 爆发要不要起 这里没有太多的想法 有带摇吗 如果没带摇的话 这一根棒子我觉得不足以支撑 他摇下来 刚才打一棒子 我觉得再起个爆发会不会好一点 他们这边可能觉得机子已经够了 就不用那么急着去拼了 走位非常漂亮 这走位非常的漂亮 躲掉了这边的一个 就只有一个小步 吃一刀 那很舒服啊 这边顺势把人救下来 你传送过来也来不及啊 直接捞 捞下来以后 顶盾 顶开 nice 有这些人真的 感觉已经是 时间卡的 没什么话 没什么话可说 这个就纯粹就操作好了 当然我觉得 另一方面呢 邦邦这边其实 他如果要防这个盾 我觉得他也能防得到 他只是没有防 他觉得 正东西就是两边的一个心理搏 一根杂板子差不多的 但是相对来讲 我觉得主动权会更加在监管者这边嘛 因为你毕竟是 除了普通攻击以外 你有其他的伤害手段的 现在再换一个挂的话 就是病患来救一波吧 昆蟲来救 昆蟲说我也有盾 我也有盾 遥控雷炸一下 机子是好的 教授这边也靠过来了 因为万一这个昆蟲救不下来 这个位置 密码机点亮 你就可能能捞下来 但是可能就瞬间要再吃一个 炸弹一刀 密码机点亮 刚没说完 就是 你再吃一炸一刀 昆蟲把密码机点亮 昆蟲把人捞下来 帮帮跟过来的话 有可能可以立马秒掉一个嘛 那这样的话帮帮就有机会能保平了 这里是选择追击球手嘛 追击球手似乎 起爆发 强行翻 翻完以后 等 哇 这个时间卡的 本来这边是伤害一出的 所以说才会选择去追击球手 因为这样的话呢 它是一颗炸弹倒地 如果你直接亮 但没想到这边的一个爆发 这个爆发开的真的 时间卡的也太精准了 三跑已定 三跑已定 一棒子再打开 这里 似乎好像还有四跑的机会嘛 机球手这边有一个爆 连炸 但是棒子又打中了 有传送有传送 这边的话先补雷 没能补到 没能补到 传送 这边往回走 走地窖 距离上面来讲 帮帮还有炸弹的机会 因为他手里还捏着一颗遥控雷 这个机球手这局的话真的秀 真的秀 再反绕过去 好你没有了 只要躲掉炸弹 那就是四跑了 漂亮 非常非常漂亮 改变不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